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说关于TensorFlow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结构以及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 那么首先咱们还是先来说一说关于TensorFlow它的一个变量的问题 说到这个变量,大家应该都并不陌生吧 比方说咱们在Python中咱们怎么样创建一个变量 咱们是不是通过这样一个等号就完成了把3这个值付给了A这个变量的一个操作 在Python中是不是很简单咱们就能创建出来一个变量 但是在咱们TensorFlow当中就显得有那么一些麻烦了 咱们该怎么办呢 既然你用了人家TensorFlow这个模块 所以说咱们处处都要按照人家给咱们定义好的一个规则来玩这个事 看咱们怎么定义的 比方说我想定义出来一个W它等于一个航向量 我需要先把这个航向量给它表示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航向量给它转换成一个TensorFlow.Variable类型 也就是说咱们要又调一个TensorFlow.Variable通过一个这样的类 把咱们创建出来的值进行一个转换 也就是说TensorFlow稍微有点麻烦 当咱们想创建一个变量的时候 咱们都需要进行一个这样一个定义 TensorFlow.Variable 然后呢括号里边就是咱们想要的一个值 比如说这里我创建了一个W这样一个航向量 X这样一个列向量 然后呢我要对这两个向量还要进行一个操作 比方说我想对这个W和X进行一次矩阵的层法 那么进行矩阵的层法 其实TensorFlow.Vari也给咱们定义出来了这样的模块 咱们还是要按照人界给咱们定义好的这么一个模块来玩这个事 咱们用TensorFlow.MateMultiply 也就是说咱们要对W和X进行一次矩阵的层法 这样咱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Y的值了 那么下面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TensorFlow 咱们怎么样创建出来变量 以及呢怎么样对这个变量进行一次操作 那下面咱们来说一说 是不是说现在啊你对这个Y进行一个操作 Y不是等于W乘X吗 现在咱们能不能打印出来Y这个值呢 咱们先来打印一下看一下 就是说我先来打印一下这个Y看一下它是什么 这个没有打括号 我帮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说咱们现在使用的编译环境是Python3.5 所以说呢在这个Python3.5当中啊 咱们要使用这个print函数的时候 咱们需要把这个print的变量前面再加上一个括号 跟咱们之前Python2.7有点稍微的不同 咱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咱们现在打印出来的Y是什么 现在打印出来的Y啊 其实它是一个Tensor的格式 也就是说呢咱们TensorFlow啊 就是说通过这个TensorFlow.Variable 先要把咱们所有的值转换成一种Tensor的格式 这个Tensor也就是说咱们TensorFlow里面 所有的变量所有的值都是这种Tensor的格式 咱们需要先把所有的值都转换成TensorFlow 所支持的这种格式 然后呢再用TensorFlow所支持的格式 就要用一系列TensorFlow的API 对咱们这些创建出来的变量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咱们第一个打印出来的值 它并不是一个Y的值吧 它是什么 它只是告诉了咱们 这个Tensor比如说这个Y值 它的一个大小是什么 它的一个type是什么 它现在好像还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值吧 比方说我再打印一个W 打印W也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变量类型的吧 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完成了一件什么事 给大家来画一下 比方说我这个方块是咱们TensorFlow的一个图 TensorFlow呢是一种图的计算格式 比方说咱们在这个图中要进行一系列操作了 咱们先创建了这么一个W 然后呢又创建了这么一个X吧 咱们通过两个TensorFlow的variable 但是呢咱们现在创建出来什么 咱们现在创建出来的只是一个区域 或者说咱们只把这个变量的一个模型给它创建出来了 它还没有具体的值 也就是说咱们只创建出来了这个W还有X还有Y 它们的一个骨架咱们也搭出来了 这个骨架呢就是说咱们先把它的值啊 先把它的一个框架给它放在那了 但是它还没有具体的值 这是咱们TensorFlow创建出来的变量 那么对于这些骨架咱们该怎么样给它复值呢 在TensorFlow里我们需要做这么一个事 也就是说需要掉一个TensorFlow.Global Wireless Interlator 也就是说呢咱们首先要对这个全局的变量进行一个初始化操作 咱们需要把这个W和X以及Y这个操作先进行一个初始化 当咱们完成了这个初始化操作之后啊 这个W和X以及Y这个操作 它们就具有了一个真实的值 这个初始化操作咱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来说啊就是说这个初始化你不能直接进行 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是不是刚才说先创建出来了这样一个W和X啊 这样创建出来了一个W和X啊 只是说咱们给它一个变量找到了一个位置 找到了一个位置呢还没完 咱们还需要干一下什么事啊 咱们还需要定义一个Session 这个Session的意思啊就是说 我需要找出来这么一个计算的图啊 或者说找出来这么一个绘画的图 把这个W和X啊放到这个Session里边 咱们才能去算这个W和X 稍微有些麻烦啊 就是说咱们看代码啊 在这里我先位置TF.Session啊 就是说咱们先要打开一个Session的结构啊 先把这个绘画给它打开 在这个绘画当中 咱们才能对这个W和X进行这个操作啊 也就是说这个Y不是对W和X进行一个矩阵操作吗 这个操作啊需要在咱们这个Session当中才能完成啊 看起来有些麻烦 在这个Session中啊咱们怎么完成的 在这个Session当中 咱们是不是只需要来跑一遍这么的初始化操作 就完成了这个W和X以及Y这个操作了 我们看咱们是不是只定义了一个W、X以及Y啊 对吧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Session里进行了一次RUN RUN什么啊 RUN咱们刚才的进行的这个初始化操作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实际上啊 是先定义出来了这样一个Session 在这个Session当中呢 对咱们全局的变量进行了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完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看一看 咱们这个W、X以及Y的一个值了 这一回呢我们打印了什么 我们是打印了一个Y.EVO Y.EVO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在TensorFlow里啊 你不能直接打印Y这个东西啊 直接打印Y它是没有值的 你要想看Y这个值啊 到底等于什么 咱们需要print一下Y.EVO 咱们来打印一下看一下 我们看啊 现在打印出来一个值等于2吧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0.51这个航向量 乘上这个2.0、1.0 这个列向量的一个结果吧 矩阵相成的结果 咱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关于TensorFlow啊 一个变量以及一个简单的操作啊 就是说比方说啊 一个最简单的操作 咱们是不是就用了一个W乘上一个X了 咱们写了多少行代码 是不是写了这么多行代码啊 看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呢也没有办法 既然啊 这个咱们要用这个TensorFlow 咱们就必须去满足它的一个要求 首先咱们需要把变量 以及啊咱们定义的一个操作 给它写好 对于变量来说呢 就是说哎 这个点Variable就是说咱们创建变量嘛 对于一个操作来说啊 就是说咱们对变量进行了一系列操作 咱们把这个Y啊叫做一个操作 定义好了这个变量和操作之后 咱们要干一下什么事 咱们首先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全局的初始化吧 比方说这点 我们先定义了一个TF.GlobalVariablesInterlization 也就是说要给它们进行一个初始化吧 但是呢这个初始化在哪进行的 是不是在咱们这样一个Session里面进行的 也就是说呢咱们第一步啊 其实是咱们先构造了Session这样一个计算的区域 在这个Session的计算区域当中呢 咱们先选定出来了这个W和X以及Y呢 它们的一个股价 然后呢再对这个股价进行一次初始化操作 这个初始化操作就是这个.run的操作 进行完了这个初始化操作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变量计算结果了 我们看这里啊我最后打印了一下它是等于这样一个2的 看起来有些麻烦其实啊也还算好吧 也没有太多好对吧